现在整个中国都在笑我 哎呀 成为你火才会笑你呢 你知道吗 快说你再说一下张家辉 再说一下 他们要说的不是很正宗的 要我说 那你说的不太正宗的 他们要说的就是 大家好 我是张家辉 如今张家辉在电影圈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但他却不是一开始就获得成功的那种演员 张家辉其实是一位大气晚成的演员 年轻时张家辉虽然就已经参演过多部经典的影视作品 只但是他在这些影视作品中都只能出演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角色 毕竟外貌比较一般的他在娱乐圈众多英俊男演员里的确是不怎么占优势 所以他几乎是度过了20年默默无名的时光 直到电影证人的出现 张家辉才真正获得了成功 获得了八个影帝称号 而这都是靠他坚持不懈才能得到的成就 这些年张家辉凭借出色的演技和气场十足的戏路 收获了很多影迷的追捧和喜爱 现在很多电影观众一聊起张家辉 无意不对他出神入化的演技赞叹不已 但对于不怎么关注电影圈的小伙伴们来说 对他最深刻的印象大概就是某个网友广告了 出生于香港成长于香港的张家辉 从小到大只说粤语所以国语说的不怎么好 口音也非常重 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把我是张家辉读成了我是渣渣辉 因为口音过于魔性也非常洗脑 一时之间这句自我介绍也风靡全旺 无数网友还争相模仿 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现在张家辉无论去到哪都会被调侃 某次参加一个内地的颁奖典礼时 张家辉搭档演艺成为了当晚的颁奖嘉宾 而出席这种活动上台 首先肯定是要先向观众们来个自我介绍的 如果是其他人那也不算什么事 但对于张家辉来说就有些难了 毕竟那个广告实在是太火了 于是他开口的时候只说了大家好这几个字 但台下观众已经联想到了那个广告 已经开始在下了 张家辉看着台下观众一时也是尬住了 满脸的预言又止 这时身为搭档的颜妮马上站出来原场 但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想调侃一下搭档 于是他接着张家辉的话说了 我是渣渣辉 这时台下大家爆笑出声 这时有时注意到了张家辉的反应 只见他也是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 但也不再一脸尴尬了 而看到这样的张家辉大家也觉得非常可爱 但不得不说这个场面真的太有趣 有网友直呼跟我笑十遍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不过有人也认为严妮的调侃不太恰当 毕竟张家辉本人其实对那个广告是不太喜欢的 在一次采访中 张家辉表示已经断绝和那家网游公司的合作了 因为他认为全国的观众都在骂他 学他说话 感觉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不过对于张家辉的担忧网友们却觉得不是很必要 因为大家对这种调侃是没有恶意的 张家辉本人的优秀大家有目共睹 从业多年也没有什么负面新闻 无论是演技还是人品都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的 大家的调侃实际上也只是一种表达喜欢的表现 所以希望张家辉对此也不要太过于在意 而严妮在颁奖典里的调侃很明显也只是看到场面尴尬 想要活跃下氛围 并无恶意 其实张家辉的国语虽然说的不怎么样 但却也有几分可爱之处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或许还能激励他认真学习国语 以后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对此你怎么看 对此你怎么看